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到早起的 并且赞美孩子早起的行为 在工作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比如当员工出现士气低落的时候 管理者往往分析低落的原因 而不是询问员工之前工作如何做得充满激情的 当员工行为不佳的时候 管理者往往试图通过加强规章制度来改变员工行为 而不是通过发掘员工的优势和梦想 去激发团队的创新和变革 新生代95后员工已经走入了职场 他们更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认同 尊重 而不是指责和批评 事实上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 但是被批评和指责 却成了日常沟通的主旋律 说教师的管理虽然处处可见 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人际关系 团队关系紧张 那么作为企业管理者 你怎么才能不带个人的主观预判 用欣赏和赞美的眼光去激发团队 并创造良好的团队关系呢 今天我就推荐给你一个十分有效的教练工具 叫欣赏式探型 是英文字母叫AI Appreciative Inquiry的这个缩写 这个AI可不是我们常说的人工智能 而是指一种以欣赏的眼光 去看待他人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由凯斯西楚大学管理学教授 大卫·库珀里德提出的 他曾在斯坦福大学 麻生理工学院 剑桥大学等知名高校任教 那么欣赏式探寻是什么呢 欣赏就意味着认识和重视他人的贡献 探寻就是指用积极的态度 来探究问题解决的更多新的可能性 合起来 欣赏式探寻就是一种积极的 基于组织发展和变革优势的管理方法 他通过积极的提问 搜寻个人内心和组织内最美好的一面 强化对方的行动力 自我赋能 创造一个相互信任 良好协作的团队关系 从而促进个人和组织的成长 和传统的问题导向式管理方法不同 欣赏式探寻 强调关注个人和组织积极优势的一面 而不是当下问题的解决 他强调欣赏鼓励 而不是关注短板和不足 控制和指责 欣赏式探寻 非常适合面临诸多挑战的管理者 英国石油阿莫克公司 英国航空公司 强生公司 联合国 美国海津 丹夫市财政局 等不同类型的机构 都在利用欣赏式探寻 来推动组织的变革和发展 那么学习欣赏式探寻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好处呢 通过欣赏式探寻 就可以培养下属 积极的自我认知 激发团队和个人潜能 共同设计 面向未来的业务 克服下属的一个防卫心 从而实现积极的组织变革 大幅提升管理者的影响力 接下来 我就带着你开始学习 欣赏式探寻的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用5D方法 来更好地使用 这个正能量的一个工具 5D具体是指 Define 确定 Discovery 发现 Dream 梦想 Design 设计 和Deliver 交付 你可以在文字版上 看到这个5D的一张图 我来举一个 我之前辅导过的一个公司的案例 有个开母婴连锁门店业务的企业 去年的一个业绩呢 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的业务啊 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业绩的目标呢 要比去年啊 要增长40% 同时 人员的管理成本 要下降30% 今年第一个季度 一线门店的员工 已经裁员了20% 虽然减少了人员的成本 但也造成了 现有员工的一个市企的低落 甚至有些员工开始主动离职 这个母婴期的销售总监小陈 非常的焦虑 下个月 他即将召开季度的业务会议 全国的店长都会来参加 假如你是他 你怎么样应用欣赏式的探寻 来面对变革 激发团队士气 一起创造未来呢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应用5D方法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那欣赏式探寻的第一步 叫确定 Define 首先你要明确 这次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要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穿越进来 而且问题的陈述 要用欣赏式的语言来表达 以问题为导向的主管 会这样问 问题出在哪里 然而欣赏式探寻 只会这样问 哪里需要提升 你可以这样用提问来开场 今天大家最想解决哪个困惑 如果门店团队士气提升 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这样的提问以后 你就可以了解到 大家最想解决的困惑 是士气低落 提升士气以后 团队可以更加稳定 给予用户更好的体验 提升用户的一个忠诚度 也会促进老用户的一个推荐 那欣赏式探寻的第二步 叫发现 这个阶段 你要找出过去成功的经验 以及现在做得好的一个方面 总结过去和现在 最为成功的一些要素 你可以探寻动力 或者价值取向 你可以这样问 那小陈当初吸引店员加入我们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呢 提问之后 你就清楚了 当初吸引员工加入企业 主要是因为企业 是行业的标杆 大家为有机会成为 全国第一这个梦想而来 同时呢 也可以实现个人的价值 至于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重要 你可以复习一下 我的第十二节课 打开问题的节 你需要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角度 来引导小陈和店长的思考 第二 叫探寻优势 你可以这样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你们有哪些优势 能够发挥作用呢 为什么 小陈说 与其他品牌相比 我们有一定的知名度 店里管理团队和店员 都是来自于有经验的一个企业 相对于一些小店 产品的质量也有保证 第三 你可以探寻过去成就或者经验 你可以这样问小陈 小陈 请回想一下 你们过去都取得了哪些成功呢 哪些事情让你们感觉很自豪 有什么最佳实践 对解决今天的问题会有帮助呢 小陈说 我们自豪的时候 是刚营业的时候 快速就开出了很多家门店 过去最佳的实践 是主动和互联网的平台 以及其他大客户的合作 成功导入了不少的新客人 我们也定期给门店的新员工 做商品知识的培训 提高了员工的一个业务能力 现在做的还不错的地方是 一季度通过裁员 提升了现有人员的一个产出的一个效率 那欣赏式探寻的第三步是叫梦想 这个阶段的目的 是激发团队成员的一个潜能和想象力 拓展团队的视野 让他们关注点从现状转向 大家共同期盼的更美好的未来 管理者要引导大家 一起描绘出未来的一个理想的画面 画面描绘得越清晰 未来就越有实现的可能 尽量少提问说 如果目标没达成 我们会损失什么 这类的一个问题 而是这样一个提问 你们之前谈到的工作动力 优势 经验 就是你们内在的最大的一个资源 如果重新激发这些资源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你们未来取得成功 你会想要具体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想要什么样美好的感受呢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品牌获得了行业里 店铺最佳云印效率奖 客户口碑好评 在大众点评上也是排名第一 团队开着香槟 庆祝成功 那欣赏是探寻的第四步 叫Design设计 这个阶段就是要理清 达到理想结果 团队所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 确认团队成员需要挑战的现状 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时候 不要问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欣赏是探寻的对话 关注点是在应该做什么 应该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来提问 如果要实现刚才的美好场景 最大程度的激发变革的认情 对此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们还有哪些和过去不同的做法呢 你呀可以不断的追问 还有吗还有吗 来激发团队的一个思考 再比如如果你是客户 你希望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站在其他人的一个角度 不断的发问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提问 小陈回答说 比如有效提升士气 新的方法就是我们和团队成员 做一对一的沟通 如总部的管理者和店长 店长和员工定期做一对一的沟通 聆听下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 平日管理风格要多鼓励 少指责 让好的门店给差的门店做示范 除了商品知识 还需要立即给员工做心态文化的熏导 重新完善激励措施等等 提醒你一下 这个环节还要一起研讨 过去哪些行动是无效的 必须立即停止 并把这些资源 重新投入到更有效的地方上 那欣赏士探寻的最后一步 也是第五步叫交付 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实施 需要对未来行动进行规划和准备 要实现成功的交付 需要聚焦在第三步的一个梦想目标上 这里要提醒你的是 这个阶段的行动 需要彼此的协作 不能各自为政 你可以这样提问 小陈针对刚才的方法 请选择一个你最想实施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再比如 大家怎么可以确保这个行动 能顺利的完成呢 你还可以这样问 请预测一下 这些行动完成的最终效果 会有几分呢 关于交付 具体的一个提问 你可以复习一下 我的第九节课 落实行动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提问方法 这节课就到这里 小记一下今天的内容 欣赏式探寻 是一种以欣赏的眼光 积极的正向的方法 去看难他人 他通过积极的提问 强化对方的行动力 自我赋能 从而创造一个相互信任 良好协作的团队关系 促进个人和组织的成长 和传统的问题导向式的管理方法不同 欣赏式探寻 强调关注个人和组织 积极和优势的一面 而不是关注短板和不足 控制和指责 你可以用5D的方法 来更好的运用这个工具 它分别指的是 Define 确定 Discovery 发现 确定 梦想 Design 设计 和Deliver 交付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给你分享的是 亲和对话 五种方法 让沟通 更深入 更有效 这次留给你的思考是 如果 跨部门协作 出现问题 你如何可以用 5D的方法 和团队一起研讨 你该怎么提问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 和我互动